上赛季颁奖典礼,新秀米切尔在与西蒙斯的最佳新秀之争终于落下帷幕。 看着西蒙斯捧起奖肥,米切尔一阵失落,他一个赛季的努力是白费了吗? 不,绝对没有白费,上赛季,我们可以看到米切尔在赛场上是多么的强大,以新秀身份确立了爵士丹家球星的地位,在带领着爵士成功的杀入季后赛。 在季后赛,何为绍哈登这种MVP球员,对位丝毫不落下风,但些人终归是要成长,最后被火箭淘汰出局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看着米切尔的意气风发,人们不仅想到一个人,科比,同样是十三顺位,同样是控球后卫,同样打球飘一无人能及,也同样是年轻的扣篮王。 人们不仅感叹,军事得到了另一个科比,请输入图片描述但是,米切尔真的像科比吗? 科比十七岁进入NBA,从板凳席上开始,然后慢慢上升到球队核心,而米切尔刚刚进入联盟的第一年,就确立了自己在球队的核心地位。 科比也表示,米切尔打法其实更像韦德,韦德可以算是科比职业生涯的老对手了。 科比对韦德非常熟悉,而对于这位未来之星,能和韦德相提并论,也说明科比对米切尔的喜爱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为什么说,米切尔更像韦德呢? 下面小编来带大家分析一下,首先说身高。 科比身高198厘米,韦德身高193厘米,米切尔身高191厘米。 在身高上,韦德跟米切尔一样,同属于身高,偏矮的后卫,两人都有劲爆的身体素质。 打法非常强硬,爆发力极强。 其次在技巧上,米切尔的许多技巧都和韦德类似,欧洲不熟练,得分能力超强。 最后在速度上,米切尔的速度和变下能力,也与当年的韦德可以相提并论。 韦德新秀赛季数据16加4加4,米切尔场军数据20加3加3,是不是很像? 请输入图片描述而韦德在任何的第三个赛季,和奥尼尔联手,就已经收获总冠军戒指。 并拿到总冠军MVP,米切尔作为新秀,身处强大的西部,上赛季就带着爵士打进了季后赛,并且在季后赛中抗骑球队,战胜了雷霆三巨头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所以未来的爵士,其实会很有看点,但米切尔未来能不能达到韦德的成就,这就很难说了,期待米切尔越来越好,去追逐韦德的脚步。 大家觉得,米切尔会不会赶上韦德?